歡迎收看2月10號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唐傑安 現在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 又是一個星期的開始了 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今天全台最低溫出現在苗栗縣 苗栗濃改的8.8度 氣象局對14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另外週四週五由於到滯流封面 在北部海面 全台都會下雨 帶一起來看到國際媒體重要訊息 首先看到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 中共武漢肺炎爆發地 將病患控制在隔離機構 死亡人數攀升 繼續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泰國槍擊案在購物中心 槍殺26人的軍人遭槍殺身亡 接著看到大紀元時報 紐約大都會版報導 廣州深圳封閉市管理 深圳人蜂勇逃至香港 天津和成都也都封城 接著來看到大紀元時報台灣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中共打壓台灣 要美國各州不要祝賀蔡英文 來看到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鑽石公主號再增加6人確診武漢肺炎 全傳共70人確診 來看到韓國朝鮮日報報導 武漢肺炎吹哨人李文亮的母親表示 警方應該交代向兒子李文亮的所作所為 雜星常人先來帶您關心 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全球 為您瀏覽各國的最新確診數字 新加坡一日內再有7人確診武漢肺炎 累計確診增至40例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衛生部說 這7名新患者近期都沒有到訪中國大陸的記錄 兩名任職司機患者的感染源頭不明 這也增加了社區傳播的擔心 另外南韓光州的21世紀醫院 從4號開始實施封院 目前院內百人仍被隔離 而日本郵輪鑽石公主號 昨天又檢測出6例新型冠狀肺炎的確診病例 目前船上確診總數達到70人 因為鑽石公主號1月31號 曾經停靠基隆港 臺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透過細胞簡訊提醒民眾 如果千萬不要列警點 要自我健康檢查14天 直到昨天晚間6點 累計共有530人致電諮詢 都沒有發現需要列入追蹤管理的民眾 好 繼續來聚焦臺灣的部分 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昨天公布新增一名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是先前由歐夫婦的小兒子 一家四口返臺父母確診是第十四十五例 而大兒子有輕微的咳嗽採檢後確診 小兒子完全沒有症狀 但為了周全起見進行採檢 結果現世呈現陽性 是臺灣第一位無症狀的確診感染者 目前臺灣總共有18例確診 生命跡象都穩定 急剩一人輕微發燒 十八人中只有一人二採陰性解除隔離 到歐洲的夫婦確診之後 然後他的一個兒子因為有症狀 所以我們就把他來把他再來採檢 那也是陽性到現在也是一樣 都沒有症狀 但是我們採檢是陽性 臺灣新增第十八例確診病例 一家四口到歐洲意大利旅遊 在香港轉機 返臺後經過採檢都呈現陽性 有歐夫婦的大兒子有輕微咳嗽 但小兒子卻完全沒症狀 是臺灣第一位無症狀的確診感染者 上海市當局八日舉行記者會 衛生防疫專家表示 武漢肺炎除了可以透過飛沫接觸傳播外 還可以透過氣溶膠傳播 也就是空氣傳播 大家普遍認為是飛沫傳染 所以說當然空氣傳染的時候 的確就是非常麻煩 就是在這裡面我們到時候 狂烈接觸者或給的一些的建議 盡量避免出入哪些的場所的話 這部分都會做一些的調整 空氣傳染的就比較接近麻疹的這方式 但是他有沒有疫苗 不管怎樣 我們還是會有一套的因應的機制出來 為了因應武漢肺炎世界衛生組織近期將邀請全球專家舉辦論壇 WHO透露臺灣將會以獻上方式參加 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執行官周志浩表示 正努力爭取能夠到場參加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臺灣政府全力防堵病毒擴散 8號郵輪保平新號停靠基隆港 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親自率領團隊登船檢驗 共採檢128名檢體送驗 結果出爐全部呈現陰性 指揮中心昨晚與交通部開會討論 同意業者以非營運的方式靠搏 保平新號預計今天中午返回基隆港 保平新號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衛生福利部部長 我們可以回家了 第一時間透過船上廣播 向旅客宣布好消息 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才笑容滿面的召開記者會 第一句話跟大家報告 跟國人也報告 我們任務完成了 我們也達成了 那也非常的高興 也終於能夠讓保平新號的 我們的同胞們跟所有的人 都能夠平平安安的回家 保平新號在上午十一點半左右 靠譜所有人員不得下船 由防疫醫生上傳檢疫 在下午三點左右完成檢疫作業 採集了一百二十八份檢體 晚間九點結果出爐全呈現陰性 在我們的預期的時間裡面完成 我們非常的高興 也非常的驕傲 我對我們的團隊 我覺得這一次 我們真的展現了我們台灣的實力 這一仗我們打贏了 事實上在我們採檢完畢之後呢 那麼我們就進行了最快的打算 那麼部署了我們所謂的V計畫 我們的化學兵已經來到現場 港警之外 那麼我們也有一組的這個保安警察呢 在備位 謝謝很多那麼單位 那麼今天白忙一場 但是是一個好消息 由於武漢肺炎炎燒 郵輪保平新號 先前在台日之間公海漂流超過15小時 檢疫結果出爐 保平新號傳上 包括一千七百零九名台籍旅客 以及二十九名外籍旅客 統統都可以下船回家 聽到陳部長廣播的時候 心情怎麼樣 太開心了 太開心 終於可以回家了 很甜 非常好 非常甜蜜 謝謝 未來還會想要搭 那個 下輩子 旅客約在九點半左右陸續下船 有民眾一下船 就先感謝所有人員的辛勞 稱讚臺灣防疫完善 現場有多輛遊覽車 在出口等候 準備接送旅客回家 新唐人亞太電視 臺灣基隆採訪報導 中國大陸部分城市 今天陸續開工 但鴻海集團上週六發出聲明 通知中國總部深圳廠員工 在十號過年假期結束後 暫不回廠復工 並表示 員工是集團最寶貴的資產 各地工廠復工營運的時間表 會依照當地政府的規定辦理 並視當地的疫情 做好人員安全的準備 到目前為止 尚未受到任何客戶提早復工生產的要求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惡化 目前有四個省宣布封村 多達八十多個城市宣布封城 上週六是元宵節 按照中國傳統過年的作息 應該是中國外地民工返程 準備開工的高峰 但隨著中國企業 二月十號陸續復工 加上潛伏期還在持續 中國各大城市都拉警報 加上疫情延燒到廣東 江蘇等台灣廠商的布局重症 恐怕將影響全球供應鏈 七號晚間 深圳口岸出現大排長龍的計程車車潮 接送民眾入境香港 因為深圳八號開始 全面實行封閉式管理 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其他省份 有八十多個城市宣布封城 浙江官方還坦言 確診病例已經由輸入性質轉為本地為主 防疫進入新階段 不僅要阻斷疫情在當地擴散 還要杜絕返程復工人潮 造成疫情再次傳播 而隨著企業二月十號將陸續復工 加上潛伏期還在持續 人流量大的中國一線城市 對抗疫情的壓力隨之增大 中國經濟成長率也成為外界關注焦點 We have GDP growth, our team has GDP growth at zero in the first quarter and we survey about 21 companies or we survey 21 companies in China and that survey dropped this week about two points to just 41 so it was as high as 70 in years past so China's really slowing and that worries people for sure 台灣經濟部則指出 如果中長期疫情無法控制 將減緩全球需求 拖累經濟成長 如果疫情延燒到廣東、江蘇等台廠布局重症 恐怕會產生ICT鍛煉效應 影響全球供應鏈 新南台電視趙婷玉 整理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和習近平上週通電話後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表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川普保證 儘管受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會有所拖延 但中國仍將實現其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 承諾的採購目標 英國精品品牌Burberry 在7號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精品市場造成重大衝擊 英國衛報報導 Burberry在中國開設的64家門市中 已經有24家被迫關門 而且因為顧客量較往常減少80% 旅遊管制也抑制海外購物 台灣重回美國的第十大貿易夥伴 美國在台協會8號在臉書發文 恭喜台灣拔蠟 蘭花和半導體 強調自2019年以來 美台貿易額增長了12.5% 在半導體製造設備強勁出口的帶動下 美國對台灣的出口增加了3%以上 美台的貿易目前佔所有美國貿易的2%以上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隨著開發商關閉銷售中心 工地停工 潛在購物者延後看屋 武漢肺炎疫情已經對規模43兆美元的中國房地產市場造成嚴重衝擊 還有美國研究機構團隊預測 中國第一季的GDP成長率是0% 新唐人亞太電視 張宜報導 再看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美東時間8號 在全美州長協會冬季會議上 發表18分鐘的演說 大篇幅揭露中共滲透全美各州 破壞美國的內幕 其中列舉至少三項 中共打壓台灣與美國州政府交流的勢力 台灣譯詞出現了六次 蓬佩奧提醒各州州政府 不要因為中共經濟的利誘 漠視對美國國家安全 經濟及自由的隱憂 蓬佩奧罕見向各州州長示警並曝光中共威脅美方 提出限制台灣的手段 不過包括發賀電派官員來台灣參加就職典禮 台灣官員訪問美國等等 美方全部都執行 中共威脅無效 另外蓬佩奧還舉例去年8月 密西西比州前州長布萊恩 收到中共外交部的來信 威脅他必須取消台灣型 否則將取消一項來自中國的投資 但布萊恩不予理會 還是去了台灣 中國大一當前中共軍機又繞臺飛行 國軍F16掛載實彈貼身監控 謝謝早安新唐人帶您瞭解 搭配純淨水源與澳洲海鹽 成就健康好醬油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腳是人體的第二心臟 足弓則是身體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墊 採用德舒服專利濾精乳膠 防眉抑菌透氣除臭 遠紅外線 平均釋放足部壓力 減少膝關節耗損 讓您久站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德行天下 名寺25319388 每個人都能保持那些小事 能保持他們穩定 穩定性 是藝術 是科技 是科技 歡迎收看小明星 全家人的营养福祭 营救黑麥汁 吃素也可以哦 研發先進人員 臺灣之光 加劇首選 沉浸科技 歡迎回來 中國大力當前 然而中共對台的武力恫嚇 沒有停止 中華民國國防部證實 中共殲-11空警-500 轟-6等行機 昨天上午11點多 經巴士海峽 由西太平洋 進入宮古水道 非凡援助地 國軍F-16戰機則起飛監控 國防部指出 中共沿海長航的舉動 已經衝擊區域的安全穩定 國軍均能全程掌握 全力依相關戰備規定應處 國防部也公布了 國軍F-16掛彈升空後 貼身扮飛 監控共軍轟-6轟炸機的照片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在武漢已經出現首例 美國公民和日本公民的死亡病例 不過日本公民的病毒檢測呈現陽性 卻僅被判定為病毒性肺炎 而不是死於新型肺炎引發質疑 而在川普和習近平通話後 美國副國務卿必根表示 美國將投入1億美金來協助中國 與其他國家來對抗武漢肺炎 相關的醫療物資也已經送達中國 美國大使館傳出消息 一名60歲的女性美國公民 在武漢金銀潭醫院因武漢肺炎病逝 同一天日本外務省也指出 武漢一名60多歲的日本男子 因為嚴重肺炎死亡 被懷疑是感染武漢肺炎第一位日本公民死亡病例 美日公民死於武漢 不過中共對疫情卻完全束手無策 重災區武漢如今實施暫時狀態來控制疫情 然而實施軍管是否能夠解決疫情 仍然是一大位之數 但是在中共軍中已經傳出武漢肺炎的疫情 而且任何資訊都以軍事機密為由 不對外公開 《華盛頓郵報》指出 中共倉促建成的醫院 隔離和醫療設備人員都不足 還不足以應付龐大病患的需求 而在美國總統川普和習近平7日通話 討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等問題 川普表示 美國全力支持中國 願派專家前往並提供其他支持 美國副國務卿碧根隨後宣布 美國將投入1億美元 協助中國與其他國家對抗武漢肺炎 除了龐大的資金之外 大量的醫療資源也已經抵達武漢 這些物資包含口罩 防護服 紗布 人工呼吸器等其他必需物資 早在週二已經隨著撤僑包機抵達武漢 直接戳穿中共外交部所稱 沒有受到美國實質幫助的謊言 美國還願意派專家團隊或其他方式援助中國 這些專業技能和知識對防堵疫情至關重要 而中共是否願意接受美國援助 或是因為顧慮掩蓋疫情而拒絕 就看美國的專家團隊是否能被批准進入中國 請上台電視江紫陽編譯 中國武漢肺炎到底死了多少人 大紀元發表獨家報導說 通過暗訪湖北省多家殯儀館的高管獲知 其中兩家殯儀館每天的實際火化量 是平時火化量的4到5倍 每天大約火化341個武漢肺炎死者 陸媒中國經營報調查還發現 去殯儀館也得排隊 有的人一周也排不上號 這已經是很幸福的了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告訴您的 遺體接運起來立即火化不停 火化的、羈壓的情況還不是太嚴重 主要是遺體在醫院的我們接運不及時 前幾天我做了個討計 38%是醫院接來的 61%是在家裡死亡的 暗訪錄音首次披露了在武漢肺炎第一批死亡高峰爆發前 多數病患並不是病逝在醫院 而是被迫在家中等來了死亡 這位管員怒罵中共官員們 別相信那些狗官 他們要亡 像他們這樣搞下去 不敢想像啊 武漢肺炎疫情升溫 全球各地防疫物資緊缺 香港有不少老人小孩要連夜排隊買口罩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坦承 採購口罩不是很成功 香港醫院管理局官員指出 目前醫院口罩存貨有1600萬個 由於上個月公立醫院的外科口罩使用量較多 一個月使用量等於5個月 目前存貨只夠用約一個月 他表示由於大陸廠商供應不穩 將繼續溝通 會優先把現有物資給予醫護人員 最先披露武漢肺炎疫情的李文亮醫生 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中共試圖壓制輿論 推延公布李文亮的死訊 上演搶救屍體的戲碼 有微信網友感嘆 醫生必須死兩次 這是民族的屈辱 還有多位中國知名自由派教授 發起言論自由權從今天開始 並要求將李文亮過世的日子 定為國家言論自由日 外媒稱武漢肺炎威脅中共政權 中共正遭遇空前危機 週四白宮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 致信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研究所 要求美國頂級醫學專家 調查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源頭 此前多名美國議員質疑 中共隱瞞病毒來源 並表示擔心病毒可能來自武漢病毒所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完全失控 到目前全國已有四省封省 超過八十個城市封城 這期間湖北省市主政官員被強烈質疑 在處理疫情上管制能力低下 批評聲浪不斷 此事也讓中共高層火大 陸媒稱習近平要動刀子了 一眾湖北官員哀訓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已經攻入北京且出現失控跡象 北京已進入半封城狀態 中南海也被逼隔離 近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 七常委軍發聲不露臉 另據路透社駐金主管發布的 一段視頻顯示 北京早已失去往日車水馬龍的景象 冷清如一座鬼城 新華台電視整理報導 台灣製造頂級光電模組 獨特上壓下鎖工法 堅固耐用又環保 申請施工賣電一條龍服務 千兩省電還有二十年穩定收益 太陽能少永風你就成為大富翁 擺脫不掉瓶瓶罐罐的宿命嗎 康化國際生技帶來健康的秘密 白化容珍貴罕見 具有豐富的SOD抗氧化物 獨家栽培台灣特有雲枝品種 多糖體含量超過60% 讓您健康加倍 康化高倍萃取 男性的健康補給品 女性的保養聖品 選擇康化加入康化 健康美麗不是神話 喜樂之泉 天然純粹芝麻系列 選用台灣在地芝麻 堅持無農藥 無化肥 低溫慢炒 低溫炸油 富含多種營養成分 百分之百黑芝麻製成 自然臨添加 是美食的好搭檔 讓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急速讓你增強體力 維持健康 自然農發果園 現彩直送冷壓 S&Q國家品質認證 給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張 相蒙最健康 台灣好甜 日前第一班從武漢回台包機的名單 備受爭議 對此台灣醫師發起連署 支持台灣政府 堅守防疫底線 短短一天 全台就有三分之一 超過十一萬名醫護人員連署 上週六上午 把這份連署書交給陸委會 另外中國大陸多個城市 將陸續在今天開工 前立委醫師林靜宜指出 如果中國大陸疫情爆發 將對台灣的醫療資源 帶來更大的挑戰 臺灣醫療能量 臺灣醫療能量 包機首要考慮 包機首要考慮 為臺灣醫療資源發聲 連署活動發起人 吳欣代將十億多萬名 連署書交給陸委會代表 中午發起的醫療人員連署 支持政府 堅守防疫底線連署活動 短短一天 全台超過三分之一的 醫護人員響應 吳欣代表示 第一個班機慘痛的經驗 任由中共當局和買辦居中 做人情 僑名單 對於防疫有必無力 甚至可能會讓原本健康的 臺灣人在旅途中受到感染 中國一個城一個城關起來之後 我們也會面對到一批一批 本來可能可以處理 卻不能處理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等於是 中國的爛攤子我們在收 那這種要讓醫療人員可以 在保護所有民眾健康需求 還有所有醫療人員 他們也是人 他們也有家人 我們不能無限制的壓榨 醫療人員說 我們你必須滿足所有的人 醫療人員其實一直都做好 要長期抗戰的心裡面的準備了 所以其實大部分醫療人員 現在真的都是高度戒備的狀態 目前包機反臺名單有近千位 再加上中國大陸多個城市 在十日後開工 前立委林靜宜指出 在中國大陸的臺商 約有四十多萬名 面對中共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 隨時採取封城防疫 如果中國大陸疫情爆發 將對臺灣醫療資源帶來更大挑戰 因為目前臺灣負壓隔離病床 只有一千一百床 隔離收容所也嚴重不足 這個疾病一旦爆發 所造成的醫療消耗 以及醫療崩潰才可怕 那中國目前就是發生這樣的事 那封城了之後 醫院也孤立無援 醫院的資源也不足 民眾的恐慌 以及民眾因為不清楚 怎麼防疫的情況之下 繼續感染 陳農部長已經就很挑明的說 整個中國都是疫區了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嚴格的限制說 每個就是每個國民想要工作 探親旅遊這些的成立 但我們只能呼籲說 沒有非常必要的狀況下 我覺得我們覺得這個時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是進出相關的疫區 中國醫療專家指出 湖北以外城市的本地散發病例 可能隨著復工復學 陸續產生新的二代病例 具有大規模傳播風險 臺灣也宣布居住在中國 各省市的中國人全面暫緩入境 而臺器在這段期間 應先避免讓勞工前往中國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家維 李晶晶 臺灣特別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 新唐人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在同屏幕新唐人 我們在他每天開 並且按照